6月26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宣布 對破壞《中英聯合聲明》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 或對破壞香港人權和基本自由負有責任 或是共謀參與破壞香港自治和人權的 現任和前任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 6月29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 對美國公民簽證的制裁決定 美東時間週一 蓬佩奧對中共此舉作出揮擊 美國開始根據美國法律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終止國防產品出口香港 並限制香港獲得美國高科技產品的機會 蓬佩奧在國務院網站發布一條簡短聲明寫道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鎮壓 促使美國重新調整了與香港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通過限制對美國公民簽證進行報復的威脅 再次暴露北京拒絕承擔自己選擇的責任 中國共產黨會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